總統賴金的520救治後 大陸隨即展開 危機兩天的維台軍演 國安局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是對台恫嚇 而不是要啟動戰爭 有美國智庫學者提出分析 共軍如果真正入侵台灣 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就會完成 隨著解放軍台海演習常態化 在聯合力艦2024A之後 就怕後續還有B C等系列 外界更擔憂 可能還會有迅轉戰 一面在演練一面在精進 並不是一般媒體想像中的 有演就轉戰根本不可能 那是外行 因為一個作戰計劃 你沒有三個月時間做準備 預期後面兩個禮拜的 大型的天候變化 這個計劃不可行 共軍演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把關注的重點 放在他們海上灰色地帶的操作 另外還有就是認知作戰的操作 大概聚焦在以美 以內 以軍 複合式的威脅操作 我們覺得會是未來中共對台 主要威脅的手段 台海情是劍拔弩張之際 卻傳出好消息 大陸日前鬆綁了福建複馬族旅遊 據了解 福建福州複馬族 採線團已經獲批入台證 預計6月10號出發 到南竿北竿進行考察 福州市旅遊協會共組成28人的參訪團 台灣的證件已於5月24號核准 已經將相關證件交由福州市旅遊協會 去做申請 第一團能夠進來 平坦的再進來 上次航點就通了 進來以後 宗教團也要接踵而來 兩岸重啟觀光 是不是看見曙光 旅遊業者更陰陰期盼 原定6月旅遊團附入的禁令 有望解除 恢復雙邊的正常交流 如果說611號的 禁團令沒有獲得解決的話呢 可能業者的怒火 就會比較難平息 會有比較大動作的陳情抗議 冰凍三支的兩岸關係 到底有沒有機會融兵 5月底附入禁團令 是否宣布取消 將是關鍵指標 接著楊潔宇 臺北報導